就在距離登陸月球表面不到10公尺的地方 来自日本新创航太公司研发的白兔号 竟然断讯失联 I-Space执行长脸上难掩无奈 带着团队成员召开记者会 证实白兔号是因为燃料没了与控制台失联 所以登月失败 白兔号高约2.3公尺 在太空飞行超过4个月 大约在一个月前进入月球轨道进行登陆 想成为第一间民营公司成功登月 承载希望的白兔号却被现实打败 不止日本近期亚洲各国似乎都加入太空竞赛大手肌肉 从南韩总统尹熙越这一次访美 在美国副总统贺锦丽陪同下 参观NASA飞行中心 就不难看出南韩的太空发展野心 早就一览无遗 南韩政府很下心 30年磨一舰在去年打造出国产世界号 成为第七个成功在本土发射自研火箭的国家 紧身太空俱乐部的南韩 但另一边4月24号才刚过完航天日的中国大陆 也展现太空领域的积极发展 大陆预计在明年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计划 不过大陆国家航天局早在去年就宣布 他们在月球上发现新矿物 更在镜头前大方公开 我手中拿的就是这次从月球样品中新发现的嫦娥石 我们可以看到嫦娥石非常小 尺寸不超过10微米 用肉眼是根本无法看到的 大陆成为世界第三个在月球上发现新矿物的国家 然而对太空开发展现高度兴趣的还有他们 北韩把摄影机装在火星17飞弹上 从太空中拍摄又大又亮的地球 金正恩似乎也有一个太空梦 不仅大动作带女儿前往视察 宇宙开发一直是北韩研究火箭发射的说辞 现在金正恩更表示 北韩第一颗军用侦察卫星已经建造完毕 专家预估发射间谍卫星的时间点 如果不是4月影席月访美期间 还可能落在5月9号金正恩就任党委员长7周年 或是6月12号美韩首脑会谈5周年 或是6月25号韩战爆发73周年都有可能 北韩蓄势待发准备发射军用卫星 成为亚洲这场激烈太空战 不可或缺的国家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